大家好,今天分享的技巧是VeloCup函数和Match函数组合应用 我们举个小例子 左边是一个物流公司的收费标准 它会根据不同的地址以及不同的重量来进行一个不同的收费 我们现在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地址和重量 怎么快速的求出它的一个价格 那比如杭州200的重量 我们可以输入等于VeloCup函数来查找杭州的一个词 然后查找的区域的话就是A到D列 那么第三个参数 因为我们杭州的重量是200 所以需要在第三列然后进行求解 我们输入30 但是南昌的词的话 它的重量是90 所以需要返回的结果是第二列 也就是说把这个3改成2 但是数据很多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这么一个个改 所以我们需要使用一个函数来自动的让我们找到它的查找结果是在第几列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Match函数来进行一个辅助了 初学的时候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辅助列 比如100公斤以下我们这一档的标准的话给它一个最小值 我们可以输入一个数字0 那么100到300千克这一档的最低标准是100 我们就写100 300千克以上最低标准是300 我们写300 然后我们使用Match函数来进行一个查找匹配 我们找这个重量200在这个区间是第几个值 第三个参数的查找方式的话是用小于等于的方式来进行查找 我们所以输入1 这样的话我们重量200的话他会找第一个好比他大 第二个比他大 第三个比他小 所以他会返回结果是数字2 那如果我们的重量是302的话 他就找123找到第三个 那如果重量是90的话 他就会找到第一层的一个结果 好这就是Match函数小于匹配的一个原理 辅助列的数据可以用F9来进行一次的计算 这样的话就构成了一个数组 我们可以把原始的数据里面可以进行一个清除 那我们Vlookup函数的第三个参数跟Match函数的话 就是比他大于1 因为我们还有一列原始列 所以Match函数加上1 就是我们需要的查找第几列的内容 那我们只需要把这个Match函数的部分复制 放到Vlookup函数的第三个参数 然后向下填充 就能一次性的得到结果了 那么辅助列的话 我们可以进行删除 假如我们的重量是100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是在这一档的 好他就自动跳到这一档 如果说我们希望100包含在上一档 而不是包含在这一档 那应该怎么做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100 这个数组后面加上100.00001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100放到的前一档 我们往下填充 这样的话100属于第二列的结果 好 关于这个小技巧 你学会了吗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个赞 有什么不懂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节再见